最后我们透过Person 这边有个PersonInfo 那负类别当然也有个PersonInfo 不过我们因为已经复写了 负类别的PersonInfo 所以最后执行起来的话 会先执行 这一个 负类别的PersonInfo 那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如果 直接执行PersonInfo的话 那负类别就被复写过嘛 所以呢 但是我又要执行负类别里面的PersonInfo怎么办 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Super.PersonInfo 本来 这个在负类别里面的PersonInfo 一定不会被执行的 它里面也有一个叫PersonInfo 一定不会被执行 可是呢 我就是要让它执行 不过这是一个练习 那你就可以透过什么 Super.PersonInfo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执行这个 有没有 个人资料 所以将来列出来的话 这一行只是个人资料 然后呢 分别去 负姓名 负的话是Super.Name 所以从Super上面去存取 它的这个成员变数Name 把名字带出来 然后呢 再ID 因为我也有把ID放进去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 再来是这个 儿子的名字 跟儿子的ID 还有学生数 Count 另外的话 成绩 显示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结果 这地方 程式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让一下 这个应该 这个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执行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各位看到的 学生基本上 这个是Super 就是负类别里面的 什么那个 Print的那一行 就是 这一行 就是负类别里面的 这一行 就是PersonInfo 那再来的话 就是底下 我们把 子类别的PersonInfo 把它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些资料 通通 都秀出来 那你会发现 在这上面 这两个 分别 这两个是 负类别的 成员变数 然后子类别的 OK 那Count的部分的话 因为是Global 是放在Static的Global区域里面 所以我们一样 有没有 可以存取得到 如果你这边注意 如果你在宣告的时候 这个Static把它拿掉的话 基本上 这个Count是存取得到的 这顺便提一下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题 稍微再练习过 这一题基本上 里面 光一题 就有很多的 这个 继承的 重要的观念 都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这一题 没有办法 这个很清楚的话 那你这个将来在撰写 这个固件导向的 这个程式撰写 问题就会比较多了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第五 第五节的这个范例 OK